我今天给你们讲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学小方法 你如果想说服别人 或者说你希望老公听你的 可以用来试试看 第一啊 把是非题换成选择题 比如说做家务 别说你能把垃圾扔一下吗 或者你能洗个碗吗 而是用选择题 你要洗碗还是扔垃圾 第二 不坐对面坐旁边 你想说服他的时候 千万不要坐在他的对面 而是要坐在他的旁边 这样的位置会给他一种心理暗示 我和你是一边的 他会更容易听得进去你说的话 第三 让他坐着你站着 当你和他谈话的时候 如果他坐着 你去站在他身旁 然后俯视他 他仰视你 这个时候你说出来的话会更有分量 第四 说完请求后多加一句 再向对方提出需求后 再加上一句 你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 通常他答应你的概率会高出一倍 比如你可以陪孩子玩一个小时吗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陪或者不陪他 第五 先男后裔 想让对方答应你的需求 不妨先提出一个难度很大的要求 一旦被拒绝 再提出稍小的要求 比如你本来想让他洗碗 但是你要提的要求是 你能不能先陪孩子玩一个小时 他说不行 这个时候你就会说 那你去把碗洗了吧 我去陪孩子 他第一次拒绝你了 第二次这个更小的事情 他就会很难拒绝的